文森小学退休老师 2002年初得法的 修炼前我的身体比较虚弱 连续讲两堂课就会失声 太累了甚至会晕眩呕吐 1999年6月1日 这天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 因为认识了法轮功 开启了我修炼的路 我每天读转法轮 练功 上班 心里很踏实 修炼后自己很多毛病就不见了 我来自中国大陆长春市 因缘机会嫁到台湾 在医院工作 2009年因为遭遇了一场交通意外 抱着去病健身的想法 走进了法轮功修炼 我姓杨以前经商 现在退休了 1999年得法 我还没修炼法轮功之前 身体非常不好 像抽烟过量 通宵打牌等 短短短修炼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将所有不好的习惯都戒掉了 修炼后 修炼后 你力真强了 十多年来不曾生病吃药 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与目的 修炼法轮功以后 我不仅身体健康 与公婆相处和睦了 和先生也不吵架了 先生常常说法轮功真好 让我们一家和乐 每次活动 我会向政务申请警力 来协助我们 活动后 警察们也明白了 法轮功是一个自力性很高 很和善 所信用 可敬佩的团体 江泽民一意孤行 动用党政军 全面镇压法轮功 成千上万的家庭支离破碎 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没想到这 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 而一海之隔的台湾 这里阳光明媚 人人可以自由的学练法轮功 台湾人敬天信神 善良 淳朴 两岸的环境真是天壤之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以集体练功及烛光静坐的形式 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 并传递法轮功真相 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人权 我们今天集办720的活动 除了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支持的法轮功学员 我们更希望具有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人来了解中国共产党邪恶的贬值 明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奸向 共同来声援 面对中共协党持续迫害 我想说 法轮功修炼者多年来 一直透过各种方式在向世人传递重要讯息 我衷心期盼人们能够了解真相 知道人生的目的 在危难来的时候找到希望 我衷心期间 什么漫 feminist The Thơn The Thоже Liên От Liên 感谢观看